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用肉品的血水3D滴入快筛片 8分钟后就能够验出肉品是否含有瘦肉精 能不能够上架 美牛瘦肉精风暴越演越烈 目前三大卖场 家乐福 大润发 爱买都已经在2月中旬陆续将美牛下架 牛西兰 澳洲或是台湾牛 肉品来讲大概影响到一层 那在整个肉的话影响到四层 牛肉的部分影响到四层 澳洲跟牛西兰的部分我们有推出一些促销活动 来补这个缺口 晚舅业绩卖场推促销 毕竟在瘦肉精一律没解决前 短期内美国牛不会回到架上 量饭业者选择和美国牛划清界限 就怕影响商欲流失消费者 中天新闻 崔小沛 刘家伟 台北报道